喜瑞斯商城新品开张了 欢迎大家点击右上方图标 或点击简介中的链接查看 我妈今天去了趟州庄 然后就大雨 回来就跟我说 今天下大雨 天哪 雨好大 逼得我不得意买了十块钱的伞 我心想 能逼到我妈买伞的雨 那一定是相当大的 当时她一进门就说好大的雨 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责怪她 我说你出门怎么不看天气预报呢 但是我在这句话说出口之前 我又想了一下 我说我怎么这么没人性啊 我妈说淋了雨 那淋的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了 我就怪她 这有点有点内了 有点 我第一反应是责怪她 但是我转念一想 我说我不能这么严格 我就说 我说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赶紧换衣服休息 我忍住了 我战胜了我自己 我战胜了我心中的那个妈 就小时候我就是接受的这种教育 比方说我出门摔了一跤 我妈会说你怎么走路不看路呢 我觉得我要跟我心中的我妈做斗争 然后我妈今天说 哎呀今天给别人打赏了钱 我说哈 她说哎碰到一个人 我心想她做的工作和我女儿一样 想了想还是给了她钱 把我吓坏了 我说我妈不会是沉迷抖音打赏吧 嗯 后来她说她是在那个周庄的那个饭馆里吃饭 有那个小伙子在那边 才艺表演 秀才都被疯了 想啥呢 然后我妈说哎 那个小伙子挺辛苦的 又唱又吹 就吹拉弹唱 一会儿就吹 那个吹笛子啊 二胡啊 她说最后心想 哎呀我女儿也是干着这样的工作呀 然后鱼心不忍给了人家五块钱 这感情有点复杂 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我的工作啊 她 我上次不是穿了个吊带的那个连衣裤吗 吊带吗 就是觉得自己瘦了点 再不穿吊带裙 我真是没没时间穿了哈 我就穿了一下吊带裙 然后当时那个那个 那个这边的袋子有点松掉了 因为买的也不是很贵的衣服 质量没有很好 不如洗日丝 然后我就 我就说 妈你帮我把这边 那个调整一下 那个肩带 我妈一边调整 一边充满了哀伤 她说 你不必这样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不要穿这样的衣服 但是她可能又觉得我现在 就是日子不好过 必须要这样 她就是有一些反对 但是她就是那种 你知道我的那个房门 是对着过道的吗 每个房门都是这样 她最后看着我快要开播了 她从那个过道走过来 她在门口看了我一眼 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走了 然后她又说 你不必这样 我们不是以色式人的 我说你在想啥子 我妈其实这一生的经历 非常丰富 什么苦难 或者什么那种暴力事件 没见过呀 但是有时候 感觉她有点 有点傻白甜的那种 那天我就给她安排了 最近很火的韩剧 黑暗荣耀给我妈看 因为我妈在我小时候 是特别喜欢看韩剧的 经常数落我爸 说你看韩剧里的男人 是怎么做的 你是怎么做的之类的 我妈喜欢看韩剧 我觉得其实很多女生 都喜欢看韩剧 然后我又觉得 宋慧桥是我妈能够认识的 那张脸 然后在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妈在那边发出惨叫 她说我不要看这些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好怀呀 好怀呀 就是宋慧桥那部黑暗荣耀 讲的是校园霸凌 就是讲她小时候在学校里 被那个什么富二代呀 这些人欺负 被那种学校的那种 所谓的黑社会 就欺负 被用那个直发棒啊 卷发棒就烫啊 这种 就表现的 你知道韩剧吗 就是把这种 那种矛盾都表现得 特别的尖锐 然后我妈就看不下去了 我当时就很想 我说这是一个爽剧 先必须要让你受苦 后来的复仇 才来得特别甜美 但是我妈就在那边 我在卧室嘛 她在客厅一直发出 那种 太残忍了 能够冷个怀 天哪 但是我就回想起 她跟我说 健身时代的那些事情 我就觉得 你怎么现在 这点承受能力都不行 这不是 娱乐影视作品吧 韩剧有一个 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不用思考 里面的坏人 都坏得流水 韩剧里面的坏 是没有层次的坏 你比方说 看《黑暗荣耀》 里面那个反派 我就纯坏 我没有什么背景故事 我没有原生家庭 带给我的痛苦 我他妈就坏 我坏到底 但是我很美 就是他 这个坏人 反派的层次 来自于 美丽的反派 我 那个女二号 就是我好坏 但我好美 我坏的没有层次 没有那种什么 大家觉得反派 也有他的魅力 那种 或者说反派 也有他的不得已的苦衷 人生不小心走错路了 才到了这一步田地 没有 就虫坏 女二号身材不错 里面的身材都不错 韩剧 艺术成分确实不高 但是看个爽剧 以前央视天天放韩剧 我妈是属于电视台 放什么就看什么的 我妈那时候 特别喜欢看韩剧 我妈喜欢看金三顺 我都没看过 是不是人鱼小姐 蓝色生死恋那些 都是我妈的爱 我妈肯定 我觉得我妈连人 欺负人都看不得 我简直无法想象 如果给她看 那个狮占朝鲜 她会怎么样 感觉我妈像个小女生一样 这也看不了 那也看不了 我觉得他们很能够 接受一个东西没有了 就比方说以前 央视八套天天放韩剧 我妈爱的不行 那央视八套不放了 她也就算了 后来放那些历史剧 什么雍正王朝 乾隆之类的 我觉得确实也拍得不错 他们就是说 没了就没了 就不会再去找 就是所谓的没那么大瘾 袁先生他在抖音上 分享我的直播视频 评论里面说 好想他 拉个旅人 好想啊 请问在哪里 可以看到他的直播 然后人家说 在油管啊 他说我下载了油管 上不去啊 然后对话一般到这里 就 假仰而止 在下面估计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对白 但是也可能发了 发不出来 毕竟抖音是全网最审核 最严格的地方 也有可能就是 他说哦 那算了吧 也没有那么大瘾了 很喜欢 很爱你 但我们的 我们的爱 都加冻极 舅舅 仁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